流感高峰期身边很多人感冒了吗 想要避免被传染 一时提醒多吃黑色食物 中国春运29亿人流穿梭 刚刚新建完的四横四纵高速铁路 考验运能 其而都有精神疾病 他在困顿边缘遇见慈悸 给了一个翻转人生的力量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元月31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陈珠奇 今天是1月的最后一天了 晚上抬头看看 会有这个超级天文奇观 叫做超级蓝色血月 意味着三合一的天文奇观 今天晚上会一起出现 台湾的话 北部是无缘看得到了 但是中南部会有机会 时间就从晚上的8点51分开始 它将会是14%大幅 那 translates to about 30% brighter The Blue Moon 然后这浮群 不可能会变成了一天,它是一个名字 我们会变成了第二个月的月的月 好 北部的观众朋友之所以看不到超级蓝月 是因为云层太厚加上空气污染 空污的问题这一段时间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 环保署要针对力状的污染物开征这个空污费 大约有8000家的工业厂商会受到影响 另外今天也是中游总经理的交接仪式 大家还是在追问桃园烈油厂到底有没有可能签场呢 目前为止还是看不到进度 向各位至上最诚挚的建议 鞠躬道歉 中游总经理交接典礼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日前桃园烈油厂爆炸 到底原因和检讨报告出来没 初步我们看起来是加热炉出口一条12寸的管线 到环印器 这里有一条加入炉出口12寸管线到环印器的管线 爆裂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 我们实际上也对于六七个地方 进行了这个评估 签场是我们既定的这个政策 这一次烈油厂爆炸 周遭居民都相当担心安危 也怕空气品质变糟 中游签场到哪 没给出明确答案 倒是环保署先针对固定污染源 空气污染防治费收费费率修正草案做出预告 新的征收费率 依照工厂每继续悬浮为力排放量不同 从每公斤32元到55元不等 如果力状物中含有像是铅 拱等重金属的话 每公斤再加收360元 大奥新也要另外继费 总共影响的产家 工厂拱总共是有8000多家 大概是可以收到大概13.7亿 这个是磁状物的部分 以前氮氧化是没有收钱的 那现在空瓦这一次 这个我们把它修正了以后 这部分大概也要收钱 这部分大概是差不多有 差不多1.7亿左右 环保署新制最快7月1号上路 这次也预告要把部分大小锅炉全纳管 改烧天然气货瓦斯减少污染 并由中央补贴态换经费 更期盼能做去预诊和共用锅炉 发挥资源最大效益 大家先往黄一杰科兴致登映中台北报道 空污会损害健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即便是先进的国家也是如此 现在有数据显示 欧盟一年有40万人会死于空污相关的疾病 像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 也对空污束手无策 橘黄色的太阳躲在真正浓烟后面 显示空气污染是多么严重 欧盟执委会周二召集英国 法国及德国等九个国家的环境部长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 欧盟主管环境事务执委维拉说 2005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 是达到欧盟空污标准的最后期限 早就过了很久 周二要求这九国最晚下周五 表达如何遵守欧盟空污法律的决心 如果再不采取强烈手段改善问题 就要上法庭 欧盟执委会如此大动作 是因为从2010年起 英国每年空污指数都超标 首都伦敦光是今年1月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就达到整年度限额 根据欧盟规定英国任意地点 一年只能有18次每小时 二氧化氮排放量超标 但是兰贝斯区的一条路 在周二就已经达到这个次数 德国首都柏林和意大利西北大城米兰 也是空污严重的欧洲城市 柏林立状污染物PM10 每立方公尺平均含量24维克 米兰则是将近40维克 都比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还高 欧盟执委会表示 空气品质会这么糟 是因为汽车、工业、燃煤发电及农业 排放大量废弃 28个成员国当中 超过20国污染排放超出空气品质标准 影响130多个城市的居民 每年有40万欧洲人 因引发呼吸疾病早逝 带来200亿欧元经济损失 维拉强调 这次会议不只为了支持欧盟改善环境而开 更是为了5亿人民的健康 所有成员国必须展开行动 致力解决威胁生命的空污问题 大爱新闻综合变异 好同样是关心健康 要看的是温度上的变化了 今天晚上又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所以今晚开始大家可以感受到气温再往下降了 明天开始北部低温只有11度 即便是南部也在13度左右 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图表上看到 星期六的时候会有另一波 做溜滑天一样的再次的即降温 提醒观众朋友 未来一周都要注意天气变化 像这么冷的时节 现在又是流感的高峰期 除了勤洗手戴口罩之外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感染呢 中医师站在中医补身的观点 提醒大家多吃黑色食物 可以增加抵抗力 主要是咳嗽 然后鼻涕 鼻塞 鼻水这样子 酷酷扫咳不停 感冒头发昏 鼻涕直流 戴口罩啊 然后也会自己泡维他命C来喝 就是喝一杯这个就会比较好 办公室容易引发群聚感染 之前办公室四五个人都会感冒 我都会戴口罩这样 疾病管制署统计 有上呼吸道症状患者 光是1月21到27号 单周肋流感门诊跟急诊 超过13万人次 最近的流感很 很多啦 很多啦 有什么事 担心得流感 有人赶紧来打疫苗 这波流感病毒 威力不容小觑 目前流感的病毒 主要就是分成A型跟B型 那在亚洲区 包含台湾的部分的话 目前是以B型的这个三型株 是我们目前抓到 比较多的一个病毒株 如何提升免疫力 中医师教您方法 每天睡眠充足 不熬夜 规律运动 增加新陈代谢 冬天多泡脚 促进循环 我们的血液 一般在直立情况下 都是在下面的 你泡脚的情况下 你就血液就可以 回流的好一点 那你心脏的动能 能够好一些些 那循环好 你自然气 就会比较足够 还有多吃黑色食物 补肾气 像是黑豆 黑芝麻 黑米 还有黑木耳 都是提升免疫力的好食品 大熊 黄子林 郭季宗 台中报道 而在寒假期间 很多小朋友的作息都乱了 变得晚睡晚起 而且不吃早餐 医师观点认为 这样很容易影响发育 尤其是小朋友 一定要在10点以前 上床睡觉 否则容易长不高 寒假到来 不少学生喜欢睡到自然醒 早餐拖到中午才吃 三明治奶茶随便解决 长时间下来 忽略营养摄取 有一名国小女童 身高只有121公分 远低于生长标准值 女童爸爸身高181 妈妈160一公分 两人都不算矮 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女童不爱运动 又有挑食习惯 才会矮人一结 薯条加冰棒的 什么薯饼加奶茶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长期吃下来 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 就是热量过剩 营养不了 然后变成 every day 就是矮短肥 遗传已经占了 七八成以上了 那营养可能会决定 其中的一两成而已 那一般营养 虽然可以影响到身高 但是除非极端的 营养不良 否则身高不太受影响 想要预测 自己到底能长多高 可以将父母两人的身高相加 男女生各自加减13公分 后再除以二 就是预期身高 而这个数据可不是单一标准值 一是表示受到后天影响 还有7.5公分的生长范围 尤其是寒假期间 学生习惯晚睡晚起 就会措施长高的机会 生长基础 複泌有一个生理时钟 这个生理时钟 就是在我们晚上熟睡的程度有关系 所以最多的时候 可能是 也许是晚上的10点 到半夜的差不多3、4点 这段时间複泌是比较高的 除了先天遗传 小朋友想要高人一等 爸爸妈妈得留意营养社区 以及运动和睡眠时间 才能让孩子在成长阶段 不会停滞不前 大安新闻 李思宣张烈家海北报导 您在北中南的六都有房子吗 如果有赶紧看过来 是否可以加入 政府的包租代管计划呢 这是内政部修正住宅法 希望把一些空出来的房子 租给弱势团体 创造房东和房客双赢的计划 不过呢 房子本身是有些条件的 比方说 这些条件是 你的房子必须要是住宅 套房或者公寓等等 还有整栋建筑 必须是住宅使用 并且不能位在工业区里面 而至于房客也有条件 你必须符合是经济社会 弱势者经过政府判定 还有如果你在这一区 就业或者就学 本身没有自用住宅的话 都可以参与这个计划 空屋率居高不下 为了有效利用民间住宅资源 内政部推动包租代管专案 转化成社会住宅模式 加入的房东享有赴税减免 以及每年一万元的修缮补助 若是民众也有租金优惠措施 至于市出的空屋必须合法 各自瑕士要求 不得是海沙屋 辐射屋 改建后通道 更不能妨碍逃生等等 至于地价税跟房屋税的减免 目前来讲台中市已经完成立法 而且追溯到去年1月11号 住宅法公布施行的那一天 其他五都在积极的进行立法作业 同步解决繁杂的租手续 鼓励专业代管和包租服务 出租房东如果月租金 每屋在6000元以下 免缴纳综合所得税 6000到2万元更有53% 必要耗损费用的扣除额 事实上比现前的所得税法 里面的它是43% 我们这边加了一层 可以扣除53%的优惠 2万块以上的话就是扣除43% 种种优惠方案 希望能降低空污率 还有让高达近三层的五颗蝸牛 能有个安身之处 大一新闻消息 吴博勋台北报导 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新闻重点 人物故事来带您认识几位 杰出的女性 先来认识这一位少女王以珊 她是高雄的骑山农工 创校90年来 第一位考上台大的学生 在农校时期呢 她主攻的是食品科系 将来也想要研究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 她努力考上台大 已经成为村子里的大喜事 常年优待长辈的爱心早餐店 人生顶背 宜山趁着上学前帮忙雇店 现在来的客人更多了 都是要恭喜她成了准台大生 就是会说看到人就帮助 对啊 那如果自己可以的话 就尽力去做 凡事都自己来啦 对啊 也不用我烦恼 马尾熊卡 拜拜 以珊家是中低收入 还懂得住人 她为了减轻家中负担 当初就纪念家乡的学校 喷完水之后呢 你浴炉香浴炉 上火150 下火150 在祁山农宫念的是食品科 申请台大农化系 为了是食安问题 现在食安问题很很多 那如果我们的就是检验 可以让帮助大家 不会吃到那些有害的食物 就我想我愿意这样子 同学不懂的 他都会过去帮忙 那所以其实他 虽然他成绩不错 可是他不会说因为他成绩好 就人员不好 学科成绩好 术科在校外又常比赛得名 成了历校90年来 第一位台大生 孝顺又会念书的乙山 要靠自己的努力 翻转家中状况 大爱情节新王昭中 高雄报道 好再看这一群女结也非常厉害 台电脑每到台风天的时候 要做各种电力维修 外勤工作是相当辛苦的 要不就是爬电线杆 要不要割断电线 做各种的修缮 但是这个传统场域上 比较属于男性的工作 现在似乎也有所翻转了 因为台电最近举办技能竞赛 竟然有多达45位女性 前来挑战 开始 竞赛开始要更换高塔上的光纤电缆 第一步骤得注意安全 台电举办技能竞赛 高空作业还得面对电流威胁 但这场竞赛并非男性专属 书店地下电缆得手工制作 关系着供电品质 女性选手得发挥细心优势 全力以赴 细心我们有那种耐力 不服输的精神 即便手上早就贴满OK蹦 但不断练习都是为了让技术更进步 这位何孟颖体型纤细 她毕业于外文系 考上台电时连父亲也难以相信 一个多月以来 她停停练习挑战自己 更证明耐力 从技术竞赛中展现台电人 克服万难的精神 大爱新闻 陈宜珍 陈立伟高雄报道 但也有很多人不想再做 这么吃重的工作 想要自己做小老板 于是台湾的年轻人 从事电商发展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 对岸的经验又是如何 今天我们要从两岸不同的 年轻人的经验来看看 在东国大陆 电商发展是需要配套措施的 不论是当地的支付宝 大家耳熟能详的 或者现在最火红的叫做刷脸支付 大陆都有非常完善的配套措施 科技不但改变了生活 也改变了青年就业的模式 这里是号称全球第一家 靠人脸支付系统支付的餐厅 从点完餐确认身份到完成付款 只要短短不到30秒钟 餐厅门口前就有自助的点餐系统 消费者按照荧幕指示操作选项 但接下来付款方式不是拿出钱包 刷脸 眼睛要开在上面 输入我的手机号 输入了75块 它刷我的脸 那边已经有记录了 来过一次以后它就有记录 记录以后到时候把手机号码 输上去就可以了 至于餐厅的柜台 同步收到点餐资讯 这一家知名连锁素食餐厅 与大陆的第三方行动支付业者合作 今年9月份推出刷脸支付 不只写下行动支付发展的新历程 也凸显行动支付在大陆 早已经融入日常 小朋友都可以完成了 一般我们小朋友 自己带个手机就可以过来买东西 台湾的网红圈品以及超强 以自媒体的身份 来观察大陆的行动支付系统 不用带钱 不用带现金 所以就 如果台湾可以的话 我觉得也希望可以带入 不用带很多现金出门 它已经科技取代了 很多的不便性 这个让我们非常的佩服 大陆行动支付与电商产业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中国大陆从90年代开始 网路金融业发展 到90年代末 电子商务逐渐兴起 2003年 阿里巴巴的淘宝网成立 支付保也因运而生 从此各家第三方行动支付业者 陆续成立 像老农民 之前连信用卡都不懂 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那一段 在这个经济洗礼过之后 用一种比较方便性的塑胶货币 就马上跳到最上面那一段 念见中认为 大陆跳跃式的经济发展 让金融货币演进历史也跳跃前进 截至2016年 大陆就有超过250家第三方支付机构 交易规模达到人民币的38.6兆 不过今年大陆官方已经制定办法 要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实施监督管制 甚至传出有十多家业者因此关闭 大陆已经意识到风险管理 相较于台湾对网路金流管制严格许多 当然发展就比较慢 但无非都是希望降低消费风险 不过也影响享用电商创业的年轻人 像是就读世新大学四年级的利豪 虽然还没有踏出校园 但已经跟同学两个人 以电商模式创业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是金流的部分 因为想要压低成本 然后又 可是跟一些银行或是什么合作的时候 他们都要收手续费啊 佣金什么的 所以那些成本会比较高 他与同学两个人 初次创业遇到的挑战不止如此 因为澳门与台湾的合作 也看出两地年轻人 对创业态度大不相同 我觉得比较驻足的点就在于 我会害怕未知的东西 像我其实已经打算 要成立电商半年多 但是一直有事情搁置 我们变成就是什么都自己决定 所以现在我要做什么 我直接去做 我不用问爸妈 我也不会怕 我从小到大就这样 利豪与嘉欣的例子 其实凸显两岸三地的年轻人 因为成长与教育背景的差异 确实拥有不同特质 但也代表彼此各有优势 未来在创业市场上 或许能相互合作与互补 取代竞争关系 走出一条路 国际新闻先来关系 阿富汗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的时候 三点多钟左右 发生了规模6.1的地震 由于摇晃非常的剧烈 所以邻近的国家包含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都能够感受到地牛繁身 居民描述自己逃难的过程 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们还是余悸犹存 赶紧跑到户外来避难 这一起地震发生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的3点07分 是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多 阿富汗本身没有传出重大灾情 可是邻近的巴基斯坦 却有一栋房屋倒塌 压死了一名女婴 另外还有5个人受伤 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钟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来说 是一个关键时刻 因为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的发表国情资文 川普的总演说 长度有一个小时有20分钟 试图勾勒一个叫做新美国时刻 对内诉求的是团结 对外讲的是安全 对内的团结当中 还包含了川普描述了自己 对于重振美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而对外强调国土安全 第一个讲到的是难民政策 第二个强调的是 美国不会放弃核武发展 上任不到一年 川普首度发表国情资文 一开场先向救难人员表达感谢 接着不免俗地宣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并呼吁朝野要共同努力 接下来川普老王卖瓜宣传政绩 从创下失业率新低 股市创新高 以及减税政策成功创造企业竞争力 而对于恐攻事件评传 川普提到就在发表国情资文之前 刚签署行政命令 将继续使用古巴的关达纳摩湾监狱 展现对抗恐怖分子的决心 面对国际间 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利益上的挑战 以及北朝鲜核武威胁 川普将要求国会加码军队预算 并且计划重建核武军力 强调要用最大的力道 对北朝鲜制裁 最后川普不改生意人本色 在外交斡旋之于 守中自己与盟友的利益 整体而言这份国情资文 八分自夸政绩 只有两分提及国家会来优先事项 在新闻黄敬廷编译 委内瑞拉曾经是 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可是呢 曾几何时人蒙不脏 导致于社会动荡 这几年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现在物价上涨率高达2600%了 老百姓的钱几乎在一夕之间 变成了废纸 为了填饱肚子 很多人开始抢劫超商 画面中我们看到人群非常混乱 这是在一间超商的门口 老百姓为了争取粮食 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走进超商 拿了东西就出来 完全没有办法付钱 而且在当地社会动乱的情况之下呢 也有各种的环境污染 以及安全问题 现在是无法解决 毕鲁有这么一个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 叫做纳斯卡县 到现在为止 人类还无法破解 它是如何产生的 虽然它被列入世界遗产 可是它却频频遭到破坏 最新一次被破坏 是有这么一位糊涂的卡车司机 把车子开进这里 碾出了一条长长的车痕 就是这个红色的卡车 开进了世界遗产 纳斯卡县 这一名卡车司机 不明原因 无视于警语 把他的大车子开进这里 在地上拉出了 大概有100公尺左右的车子的痕迹 现在呢 纳斯卡县被破坏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第三次了 中国大陆的春运计划即将到来了 今年人数再破新高 预计在春运期间 会有高达29亿的人流 在中国大陆的南来北往 东奔西跑 今年最为特别的是 刚刚完成的四横四纵 中国的高铁网路要首次上线 面对庞大的人流 能否运量能够达到需求 是一大挑战 而中国的四横四纵 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高铁网路 一如往常 大批人潮涌进北京车站 上演现代人类史 最大规模迁移 但客运结构发生了变化 揭露民航分别增长 8.8%和10% 道路交通有所下降 下降1.6% 道路客运首次出现负增长 春运指的是春节前后的运输现象 今年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 前后共40天 旅客人数逐年增加 今年来到29亿8000万人次 但是公路客流量却比往年减少4000万人次 主要原因是2017年 铁路建设任务目标全面完成 新建3000多公里的铁路新线 包含所谓的四重四横高铁网路 四重四横包含四个南北向与四个东西向铁路 北至哈尔滨 南至香港 东至宁波 西至昆明 成为全球最大规模高速铁路网 虽然铁路版图扩增 还是比不上大自然威力 大雪之下形成名副其实的白色冬季 春运前夕 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1月以来最低气温 比往年低摄氏2到4度 并持续到2月5号 中国国家中央气象台表示 34个省中有22个被白雪覆盖 道路结冰对春运造成严重影响 其中福建周三 暂停开往北京的部分列车 与往山东威海和河南洛阳的客运 相关单位提醒民众上路前 要减速慢行 防范意外发生 大爱新闻邱崇玉编译 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场景 这是在江苏四阳 零下6度的低温 冬令发放展开了 零下6度低温 江苏四阳一片冰天雪地 每个人帽子衣服都被白雪覆盖 顶着大风雪 此季志工展开发放 大家先暖暖身 围个大圈圈跳跳舞 志工细心地帮乡亲奶奶 拍掉帽子上的积雪 紧紧抱着奶奶 乡亲心里的哭 全都说给志工听 祝你新年快乐 你要快乐 当地复联干部 谢维的儿子 六岁的谢宇恒也当起小职工 我今天能参加我感到很高兴 高兴在我看见每一个小朋友和家长都在笑 来玩到我们爸爸冷 爸爸空来 对我们极大的照顾 极大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感谢你们 不能啊 心是满的 因为看到乡亲们 虽然他们我们需要来关怀他们 但是他们的脸啊 那种快乐跟满足的感觉 让我的心也是跟着 虽然脸和鼻子都冻得红透透 但是一股暖流充满心中 大约新闻之上美志工江苏报导 至于位在大西北的甘肃 天气就更冷了 一百多位住学的年轻人 来替家里领回过年物资 冒着零下十多度低温 大家接力将物资放定位 现在都是家长的 要注意它的那个 对 南家长跟南家长放一千块 除了当地的慈禧人和乡亲 还有陕西 四川 新疆 台湾等地的志工 全力支援 发放前的准备工作 每个细节都不马虎 毛巾先放 放在背面这里 然后它如果背起来就不会不舒服 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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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颜色就好了 帮我使四川毛巾 我要备份 慢慢 刺激从2016年开始 进行静远助学计划 这次发放对象是117位助学生 受制的学生也学习手心向下 参与发放工作 刺激的师父师伯 跟我们的启发 跟经常跟师父师伯接触 就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赶紧参加了这么多活动 觉得自己的生命突然间 困坏了体质 大米六包 六包 六包六个人 发放物资包括大米 毛毯 外套和食用有等 希望这个冬天身心温暖 精心策划的茶会 鼓励助学生向父母及亲人 及时说爱 及时行笑 作为女儿 从来都没有向你们表达过感恩 经典 是此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因为我们 你的童年都是哄孩子 做饭 因为我们 你不得不早早地辍学 回家帮家人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你从未暴掠过 妈 我爱你 妈我爱你 妈妈说我也爱你 好 感恩 做什么装的雷劲 我情容易一见到 活到成坠时 为了报道 而在台湾除了冬令发放之外 更有年节前的大扫除行动 这一回在这个家里来的扫除天使 是关山慈悸医院的医护人员 屋里屋外堆满杂物 这里是两位老奶奶 和一位身心障碍儿子的家 为了生活 这一家人疲于奔命 家中五心整理 不过今年多了这群人 来帮忙 台东关山的电光部落 老人家独居的情形很常见 因此关山慈悸医院的医护人员 自愿用休假时间来帮忙 期待让爷爷奶奶可以过好年 帮忙把家里面那些垃圾 其他没有用东西把它清洁一下 等他过一个比较好的过年 打扫完后的家志工也贴上春联 应景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志工们也化身为礼物送货员 送这个 我们还有那个里面一些卫生用品 好 OK 好 谢谢 带着祝福大家没有休息 他们也到其他关怀户的家中拜访 关心长辈的健康 这个是卫生衣 冷到穿里面 这基金会的物资 来 90度的腕腰鞠躬 是送上东力物资的标准姿态 医护人员放下身段 也期待在寒冬中 能让长辈们得到温暖祝福 阿公祝你 新年快乐 大家信用这产品之宫图华光 台东报道 好 应该大家都有新年新兴旺吧 这位黄先生 他的妻子女儿都患有精神疾病 他的新年新兴旺是什么呢 之前来这个味道很不好 也是很脏 我还不想来 但是看师兄师姐 很冷 他们也是一样做得很高兴很欢喜 我就想一想 我还要跟他们一样 他们做到哪里 我一定要比他们付出的更多 感恩的心是前进的最大动力 在我在寒冬的时候 实际就像 实际的大爱师兄师姐的 就像一颗大太阳照亮着我 让我真的好温暖 回馈付出 彻底戒掉所有恶习 不会再想去 去沾染以前那些坏习惯啦 例如抽烟喝酒 嚼檳榔啦 把那些洗漆改掉啦 也期许自己要做到一百分 所以他这份油美性 我们觉得应该给鼓励 日日早起 熏法箱不中断 这也是我的家 现在我跟叔叔住在一起 小孩子身体状况不好 住在康复之家 老婆精神状况很不好啦 我没有办法照顾他 所住在两家 女儿在外求学租屋 全家经济重担 落在黄先生件上 这个功德团缴快五人了 虽然金额不多啦 两百块而已 我自己的经济状况也是 不怎么好啦 但是缴个两百块啊 自己节俭两百块可以帮助人 做对的事要坚持 他还决定 我要把这份机会啊 这份补助让给别人啦 我自己还可以过得去啊 我不想有一种依赖的心啊 翻转手心 心里有个最大的愿 我跟他们告别式啦 还是在金士堂每个场合啊 他们都穿西装 我怎么每次都穿这个 我跟他们一样啊 梦想有天 穿上磁城制服 菩萨道上持续精进 看似困顿却还能助人 正言上人今天也说 这是最富有的人生 萧先生做板模 抚养三个儿子 家境困苦 慈激照顾 让三个孩子安心求学 成绩进步 接受其他人的帮助 还有把自己本身也那么累了 我们也觉得我们不能再 不能再就是 违背下去 慈激人投入 还有在南投起制教养院 设佛堂 推动素食 院生小和重病 其他人吃素祈福 就说老师 我们来受情 我们要向小和加油 对不对 真的谢谢你们 正言上人开示 起至怨声 单纯的心 皆有佛性 也懂付出 只要给你心灵上 有一个 我要叫人 这就是给他一抹干净的福田 给他一颗颗的种子的播种 这年上人与志工温馨座谈 921元建学校校长 分享禁私人文阅读空间 上人期许多用心 孩子的希望是在教育 的确教育很重要的就是校风建立 校风要建立 你要看校长 普里国中校长是布农族原住民 特别分享感动 我本身是天空教徒 可是看见我们此际所做的一切 影响我在这种学校 能够做些什么 还有12位榕董发心不失 上人肯定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但最重要的是用心投入 我们更需要的菩萨道 菩萨道要身体立心 一片莲花花瓣 就是一念坚定 南投慈祭人发心立愿 用大爱铺路为人群付出 大爱新闻张桂端 欧阳光辉南投报导 接着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 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晚上有月全时 不过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看得到 因为天气可能不是很稳定 可能就在南部的高雄屏隆附近 有从云风中 可能可以看到月全时的这个机会 那么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也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 虽然昨天很多人可能觉得 好像都没有像这个大家说的那么冷 但是其实是因为昨天 冷空气有稍微解弱 但是今天的话还会再有一波 这个冷空气的增强 会有东北风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 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开始还会再降温 那么冷的时间会致死 会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的白天之前 会下降到清晨低温就11度 礼拜五还会再有一波 更强的冷空气南下 而且那一波有可能会使得 我们北部的这个清晨低温 甚至是中部以北地区有机会会下降 到只有7到8度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云图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 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就南部跟东南部 大概云量是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其他地方 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所以提醒大家 除了我们还是要记得期待雨具 而且要注意这个路上的交通 天雨路滑 还有这个视线不良的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 北偏北风的冷空气也在逐渐的增强当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来几天的天气的话 明天的这个水气会有稍微的减少 但是礼拜五会减少的更多 所以明天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主要在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云量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也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到礼拜五的时候水气会有比较明显的减少 接下来就会慢慢的转成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了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冷空气 从我们这个冷空气的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是在这个地方 深紫色的区块就是冷空气 强冷空气的位置 上面可以看到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强冷空气 深紫色就会往南边 出到我们台湾的上空了 那么从这一波这个图上面也可以看到 这波冷空气影响我们台湾的时间会还蛮久的 不只是强度强 而且影响时间大家可以看到 礼拜五下半天开始 礼拜六礼拜天甚至大家可以看到 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 冷空气都还是在我们台湾的偏北边 一点点的这个地方 几乎我们台湾都还是会比较偏冷的这个天气 而且目前之道显示 这一波降温的时间点 从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 那么礼拜五的晚上到深夜 就可能会下降到就有10度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那么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一礼拜二的话 有机会会使得中部以北空旺地区 下降到只有7到8度左右 那么在我们的南部 也有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0到12度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一波不只是很冷 而且会冷的时间会比较长 比较久一点点 我们农林榆木叶都要特别注意 另外我们要多注意我们个人的卫生 还有身体的健康 还有家里面长辈的健康 另外就是在使用家里的电气用品 跟使用瓦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下雨的区域大家可以看到 明天礼拜四大概就是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那么礼拜五开始水气会比较减少 但是银峰面北部跟东北部 这个云量还是会比较偏多 而且也还是会有局部的震雨的情况 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来看的话 大概礼拜五开始 中南部慢慢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可能都会是比较偏向 比较阴沉的这种天气的状况 只是说礼拜五开始整体的水气量减少之后 可能下雨的雨势比较不会那么大了 但是整个天空来说 都还是会是比较偏阴沉的天气 那么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大家可以看到 降雨几率全台湾都还是会比较偏高 要特别注意的仍然是低温 今天晚上这波冷空气南下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中部以北跟东北部 低温会下降到只有11到12度 南部跟我们的东南部 大概是13到16度左右 那么明天的天气的话 这个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可以看到比较冷的地方 就是陶竹苗以北跟东北部 低温大概11到12度 中午高温也不高 大概只有12到14度 其他我们中南部跟东南部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尤其是我们中南部地区 低温大概11到14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18到24度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空气品质 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中南部 明天开始水气会逐渐逐渐减少 也就是代表说比较不会下雨了 所以也比较不容易雨除掉 这个空气中的污染物 所以空气品质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有机会到达对敏感族群 或甚至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最后重点提醒大家 明天冷空气南下 清晨温度就会有机会下降到91度 中部以北东北部 尤其还要特别的留意 要提醒大家添加衣物佩戴口罩 礼拜五晚上开始寒流报道 注意寒害 还有留意我们的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